这个课程的理念 我可以在网站那里看 它就说要提升个人竞争力 独立批判思考是一个重要条件 而写作正式锻炼思考的途径 我觉得实在说得太好了 我当初去写东西 我这么喜欢去写东西 正正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我很多时候 我对于工作上 生活上 人生上很多东西 觉得都很乱 你都不知道怎么想 你想找一个框架出来 去框着东西容易去想 我发觉我在这几年 我找到一个框架 就是从一个写作的过程中 我去找到这个框架 找到这个独立思考的方法 所以我看到这个课程之后 好像为我移开 我真的因为这东西而去写作 我过去是 我现在正在写 我将来都会写 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希望写作给到一个 独立思考的框架 我听到你们 还有一个原因 我这次很认真这个课程 就是 我觉得我很适合做一个讲者 因为为什么呢 连我都可以 连蔡冬豪都可以 作为一个财经评论文章的作者 你一定可以 你听完今天之后就可以了 我告诉你 你听完之后就可以了 不难做蔡冬豪 另外的东西就不知道了 为什么我很适合做这个 连我都可以 因为我想很多人说 评论我写东西 通常那些字都是说 多清新 多简单 从来没有人说我写得好 清新 简单 其实都是一些 我又觉得没有问题 因为我觉得 我每天 我每篇文章都很辛苦 九牛二虎之肉 才能写出来 对我来说 一点都不简单 反而你叫一些 写得很高层次 你叫董桥 陶杰去教写东西 可能他们有些难度 因为他们的层次实在太高 你叫他们教 他都不知道从头说起 我去教就对 因为我每篇文章都觉得 我在学着 想着 在想着 怎样能写得好些 我每天都在想 我怎样认真到 你们的道论 林佩里先生说的道论 我看了两次 因为我买了一本书 我认为这本书 近年我给钱买的书之中 我觉得是最好的一本 相逢恒慢 我都写得太迟 他这本书叫《破茂思维》 我想大家都有听过他的讲座 他说具备批判力的人 懂得怎样破谋和辩误 在特殊中发现普遍 从理所当然中看出破绽 于精密布局中找到漏洞 他们大都有张扬的过性 善于表达 掌握了逻辑的思维和语言 因此可以判断逻辑的真语 假如独立思考来 超越从众的心理 我认为我为什么写 要写的怎样写得好 好像他说出来 好像他说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 当然这文章也是结集成书 也是他的专栏 我也看过 这几个月我也有空拿出来揭 他对于编排 他如何困住这本书 如何分门别类 我觉得很出色做得 我不认识他的 我从来没见过 你别以为我在这里拆他的鞋 我从来没见过林佩利先生 但我觉得写得很出色 亦是我觉得我要去写 他说出了也是 原来写要是这样的